要是能帮我装走就好了 带我走吧 带我走吧 带上十分钟 不过问 带上你最喜欢的 最好能在红色背景上 带着红色 陆岩辰对归小的爱 一直都是含蓄且深沉的 年少时相逢 高能且酷酷的陆岩辰 只有在归小念前 才会变得很宠溺对方 而工作后是严肃且说一不二的陆队 不苟言笑的他 也只有在九年后遇见归小 才真正的找到自己的意义 陆岩辰爱归小胜过爱自己 在陆岩辰心中 归小就是自己这辈子最值得珍惜的 两人从校园走的婚纱 破镜重圆的美好 让陆岩辰沉浸在这份喜悦 然而却没想到 身强体壮的陆岩辰与归小同居后 便很快有了宝宝 本来求婚戒指是归小准备 都就够让陆岩辰伤心的了 怎么能让女孩子主动拿着戒指求婚呢 而陆岩辰之后 也早早准备了钻戒求婚归小 怎料归小却告诉了陆岩辰怀孕的好消息 陆岩辰瞬间高兴到飞起 自己居然要当爸爸了 可随着警队的任务不断 陆岩辰又得前往外地出差 迫不及待的他用了两个小时 终于和归小领证成为合法夫妻 这陈小夫妇也是真的越来越上头了 那么你们有在追这部剧吗 欢迎留言讨论